劝说阳陵县城 请拿夏侯毛 不知一下如何 愿为丞相效劳 多谢太守 只是 丞相需战队围城兵马 我好入城劝说 就一太守 我令围城兵马 后退二十里下寨 请 呈下何人 我是安定太守崔亮 有要事面见杨太守 快放吊巧 快放吊巧 走 走 走 我以为可将计就计 除掉诸葛亮 将 可让崔太守回去 面见诸葛亮 就说我愿现成 让诸葛亮带兵前来 带他入城 设伏兵杀之 好 刺激甚妙 樊老崔太守 再走一走 谢都督 杨太守愿献成池 这再好不过 为何没将夏侯毛 起来 夏侯毛身边 护卫甚多 而杨太守手下又缺少勇士 未敢轻动 此事好办 我命张包观星二将率兵百人 扮作安定军马 随太守一道入城 先扶于夏侯毛府旁 待半夜之时 我开门建成 往丞相亲自率兵前往 立英外合即可成功 旧宜太守 旧宜城下 都督 情况有变 诸葛亮决定前百名兵将入城 欲擒拿都督 诸葛亮 诸葛亮真是诡计多端 此事如何处置 诸葛亮既遣兵将前来 可见他已信任崔太守 可将刀斧手埋伏在我府中 带蜀兵前来进展杀志 然后再转诸葛亮 入城 我这就去准备 来人吗 来人 我是安定太守崔亮 率领本部兵马 来集南安之围 速放吊桥 好 开城门 放吊桥 开城门 放吊桥 放吊桥 崔太守 快请人进城 好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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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取二成 生擒夏侯茅 真是神算 老将军过奖了 我原想先取安定天水 不料催量榨奖 过而随机应变 将计就计而已 太守慢走 太守率兵欲望何处 夏侯都督被困在南安 蜀军连日攻城万分危急 都督差遣裴将军杀出重围 前来搬兵 安定兵马已去救营 我军也当火速救援 故而率军前往 太守 物中诸葛亮兼技艺 伯玉 何处此言 安定出兵 太守可曾派兵打温 不曾派人 只听裴将军所言 夏侯都督被困于南安 水泄不通 怎能有人杀出重围 前来求救 更何况裴旭 乃无名之辈 岂能单身突围 太守 即诸位将士 谁曾见过这位裴将军 大胆空徒 夏侯都督危在在西 你却说三道四疑神异鬼 阻拦旧军该当何罪 分明是蜀军奸细 快快下马受降 我要带都督杀死你这狂徒 亮泥等武艺 岂能杀出重围 分明是蜀军奸细 来转城池 斩了 今日若非博约前来 不然我军必中奸计 诸葛亮骗太守出城 必设伏兵于半路截杀 并按抚一军于左 届时承虚前来夺城 南安危急 如何遣就 太守不必着急 我有一计 并可生擒诸葛亮 简难安之急 愿闻其想 我愿领精兵三千 埋伏于要道 太守率兵出城 蜀兵必承虚而入 太守不可远去 只行三十里便回 但看起火为号 前后加工即可获胜 如诸葛亮自来 必为我秦无疑 驾 驾 驾 以众我丞相调虎离山之计 我尽率兵来取天水 而等早现城池 可免一死 哈哈哈哈 赵云 你中我江博约之计 尚且不知啊 啊 哈哈哈哈 老将军可知天水江博约 驾 修 MAT 小 是